抬指 必须用连弓练习 你可以慢 你抬的速度不能慢 你节奏多慢 你的抬起来的速度 必须是一致的 都是快的 我们练习抬指的时候 同学们您用外弦 先练习你的二指 一指保留指 抬在快 落在快 我在这跟大家说个小窍门 我刚才拉的这个是 地调的外弦的 拉西拉西 一指二指 是吧 这两个音的交替 你看这个拉 这个一指 拉是怎么出来的 仔细看 我现在二指是在琴弦上的 你看这 受爱指 二指抬的快 所以拉出来的 它在干脆 落下来 完全松拾的 可能还有一点小颤动 可能还有一点小颤动 因为它松 所以必须用这台指 我们现在讲音阶的话呢 有两种不同的演奏方式 上行音阶和下行音阶 乐理课呢 我们会有 教你食谱啊 和这个地调啊 地调啊 这些我们的乐理课都会发放给各位啊 来 同学们你来看啊 什么叫上行音阶 从低到高的 从低到高的 我们的这个音阶排列的 演奏或者演唱啊 那都 都 是从低往高唱的 这叫上行音阶 还有一种音阶 叫下行音阶 我们今天要学的啊 下行音阶 那也是 然后 就是上行和下行 不一样 运动不一样 仔细看 上行音阶 是以台指 在你演奏都的时候 你就要准备台二指 下面 这个比较复杂 二指落的同时 触碰到 这个音的时候 是你的几个手指 四个手指 同时触到这个音 然后赶紧抬起 你的二三四指 因为你准备 下面一个音是 咪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啊 看明白了吗 如果下面不拉咪 你就不用抬 是不是 就一个抖拦 无所谓 下面一个音是 咪 马上抬 要你的小指 帮助你的三指 抬起来 如果下面一个音 下面一个音 不是咪 是 是 是都的话 那么他就牵扯到了 下行 如果他下一个音 是发的话 是需要三指 那 嗯 都是要抬的 所以上行音阶 一定是在你演奏 这个音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下一个音 抬起 我们来看 你每动一下之前都需要抬起 这是上行音阶 下行音阶 你来看 抬起 更重要 我们现在下行音阶是从哪排练呢 是从这个地调的外弦三指的一个点的高音兜 一直到里弦空弦的没有点的正常的一个都啊 好了 我现在要给大家看到的是起码你的二指和你的三指是同时在行弦上的 这叫保留指 二指你必须要在行弦 你都出来之后下一个音是西 就是三指是都 二指是西 对吧 都西 是你需要抬二指 快抬二指 你千万别在这 都像这样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落空弦或者是手指 你看你有这样的 那就完了 那就不是保留指 必须保留指 二指保留在行弦 然后 你看你三指 快速一开 你越快 你看你听没听到 我都没有去触碰它 就是因为抬得快 所以抬头有颗粒性 然后一指上 这些没有关系 但是你 上了二指赶紧上了 可以后上也可以同时上 但同时让我觉得还是不太舒服 你看我 大家仔细看我的二指的 看到了吗 我是这个音出来之后 我再上下一个手指 然后赶紧抬它 再抬起来就动了 是吧 同学们 同学们我现在讲的这个台指 这是运动的除了你的上行 还有你的下行迎接的一个结合 它所有的运动都是以台为主 但是台的方式还是多多少少 有点区别 如果你听到了一些你自己的感受 或者自己的一些 老师说的这个我听明白了 我总结一下 或者是希望同学们 可以跟我们的售后服务团队 跟我们的同事们来沟通交流 好吗 跟我们的老师来交流 接下来左手还有一个尺子 还有一个尺子 左手食指 第三个尺子 第三个尺子 左手食指长度的四分之一 就是你的千斤宽度 就你的琴弦到琴杆之间的这个距离 这是你 我手指长度是七公分吗 除以四 这就是你的千斤宽度 未来手指触弦的时候 它是一个自然晚区的 等到以后讲柔弦 同学们你就知道 太可怕了 现在社会教学全都是错误 不能说百分百 但我告诉你 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留着 有的人让你指动触弦 然后让你柔弦向上动 有的人让你指尖触弦 让你柔弦向下动 你这哪有空间啊 关键是未来向柔弦这样的东西 它会从我们的这个千斤宽度 你手指触弦点会延伸出来 手指触弦点指尖指度 中间肉厚的这个部分 触到心弦之后呢 这个声音是集中的 嗯 时间是不是有点 我有点脱糖了啊 同学们 今天有可能脱一点糖啊 嗯 讲的 讲的很 因为大家学习态度好 所以我讲起来就 来 我继续说啊 你看 刚刚正常的手指触弦 你看 收到心弦之后 它一定是向低的 如果你练过柔弦 如果你跟我说的不一样的 你不用去比 哎呀 那位大师讲的 怎么上老师跟你讲的不一样 不用去听那个 我告诉你的 这是唯一正确的 只要跟我讲的不一样的 全都是错误的 这不是私欲 我公欲也这么讲 嗯 为什么我们的 这个网络销售的 我们的那个 三千的课呀 包括我们 呢